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卡批准以前移民局有比以前更严格的一个背景的调查审理 所以大家不希望说中间有太长时间的身份的gap 中间有失去身份的问题 首先一般来说在你的申请 不管是绿卡申请 调整身份的申请 还是签证延期 签证转换的申请 提交了以后 如果你人在美国 在申请判定期间 是可以合法留在美国等结果的 包括像B2延期 或者你从别的身份转成B2旅游探亲身份 比如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如果有的人原来在工作 拿着H1B工作签证 突然这个工作失去了 那么一时要找到下一家新的支持工作签证的雇主 不容易 那怎么办呢 那你当然可以考虑申请B2签证 因为你在美国生活过若干年 你总需要一些时间来rep up东西 那么这个申请交上去 即使还没批 你也可以继续合法留在美国 可以再找别的机会 判定期间 不算unlawful prizes 那么如果万一最后没有批准 到那个时候再离开美国也不迟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机会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很多父母从中国来探亲到美国 那么像这种探亲一般拿的是B2签证 刚入境的时候往往是给6个月的有效期 按照现在的比较新的规定 你如果一入境以后不久就申请延期 这个也不太好 所以很多人都是在到了美国两三个月 或者更长时间以后才提交延期申请 那么就有另一个问题 那你申请提交了以后呢 可能判定三四个月或者更久 你原来的身份已经过期了 那么怎么办呢 是继续等啊 还是就先回中国啊 不等了 都是可以的 都不影响 如果决定不再多等了 离开美国 那你即使原来的身份过期了 新的申请当时还在判定 所以呢 这一段时间不算在美国非法居留 当然你如果申请还没有结果 就离开美国呢 那一般来说就会被拒 但是呢 应该不影响下次再入境 那么申请提交以后嘛 这个延期如果最后批准了 批到的新的有效期 已经和当前日期很接近 所以呢 不管批了没批 可能呢 到那以后 看期的父母呢 可能也要离开美国 但是呢 像前面说到 不算非法的居留 即使这个延期的申请没有批准 比如说10天以内 离开美国 也是可以的 除此以外呢 如果是在申请提交以后 在等待过程中 身份过期了 那还能不能提交另外的别的申请呢 能不能同时有不值一种申请在判定呢 这个也是可以 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有的学生 在毕业以后 拿OPT 申请了H1B的工作签证 除了抽签嘛 那还有说 H1B是否能设立批准的问题 这个人他配偶也在美国 也有机会转成H4 或者J2 或者F2 或者B2 等等这些身份 但是呢 那你如果一开始 就直接转成这样的签证身份 可能会不甘心嘛 觉得说 失去了工作身份的机会 可以先提交H1B 再等着 那你如果等到 前一份申请已经被拒了 然后再提交下一份申请 这个不太好 因为中间呢 就有一个gap了 下一个申请再等好久呢 就有更多身份上的影响 所以呢 你应当在上一份申请 还没有批的时候 就考虑提交下一份申请 这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呢 你增加了身份批准的机会 包括可以工作的 这个工作签证 身份批准的机会 另外呢 你在一份申请判定的时候 再提交了下一份申请呢 这样整个赢得了更多的时间 在这个时间里呢 你可以找新的工作 或者呢 如果你已经有绿卡排期 也会更接近当前 那你在什么时候提交 这一个新的申请呢 会不会错过时间呢 一般是这样 你知道如果你提交了签证 身份转换 或者延期的申请 一般来说呢 移民局不会直接拒掉 除非你的这个申请 完全没有证据 没有基础 是吧 那样的也不行 那么一般的移民局会要求 你先补充材料 比如先发RFE 或者NOID 那么如果你收到了以后 读了以后觉得说 有更大的风险 很难克服 你可以到那个时候 再考虑另外提交一份新的申请 这样另外有新的申请判定 这样呢 原来的申请即使被拒了 你仍然不会算是 unlawful presence 在那里 那有的人会问到 如果有两份申请提交 如果都批准了 会怎么样啊 首先呢 一般来说你只有一个签证身份 那么以后批准的为主 提交了H1B 也提交了H4申请 不管哪一个 后批准 那么就算数 有的说我只想要 其中某一个签证身份 我怎么处理呢 这也很容易 一般来说呢 你提交的两份申请 不可能会在同一天 同时批准 那么如果其中有一份先批准 那你另一份申请 你把它撤销 就是了 如果是不是你最想要的 那你还可以再等一等 看你想要的那个身份 会不会过些时间 也能批准 如果批了 那对你来说更好 如果没批 也没有关系 因为此前你已经有一个身份批准 有的人讲到呢 说我在美国的签证身份 有一个gap 那么移民局 会不会在批准的时候 要我离开美国 到中国去重新签证呢 有可能 在你的批准书上 比如说 我有H1B 叫所谓叫transform 换一个雇主 我中间有gap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或者一两个月 甚至我有更长时间的gap 会怎么样呢 你看批准书 就可以知道了 批准书的右下角 如果有新的I94 那就是说呢 你不需要离开美国 如果没有 移民局另外在批准的时候 也会说到 让你出境 所谓叫激活 这个H1B的签证身份 那么其他类型的签证转换 也是一样的 所以一般来说呢 像我们前面讲到 你交了申请 可以合法的 在美国继续等 因为有的时候 离开美国再回来 可能会更麻烦嘛 尤其是如果 新的签证身份 没有批的话 另外呢 还有一些 在申请转换期间 回中国的问题 如果你离开美国以后呢 申请批准了 没有问题 是吧 你还可以再签新的签证 或者用原来有效的签证 回到美国 一会儿我们还会讲的 但是呢 需要注意 有一些申请 像B2延期 如果你在申请批准以前 就离开美国 移民局会认为呢 你这个申请放弃了 那么这些申请会被拒 还有什么呢 比如说 F1 OPT和H1B衔接期间 有一个规定 叫做CAP GAP 你OPT已经过期了 H1B还没有开始 这种情况下呢 移民局是允许 你这几个月 继续留在美国 甚至有可能继续工作 看具体情况 但是呢 在你的I-20过期以后 H1B还没有批准的时候 如果你离开美国 那么已经提交的H1B申请 也会被认为是放弃了 也会被拒 要注意这样的风险 还有一点呢 我们讲到就是说 如果你在绿卡申请中 提交了I-485 判定期间 你又回到中国 用了Advanced Pro 用了EAD 那么我是什么身份呢 这个我们此前也讲过 这里简单再强调一下 如果你此前呢 有过H1B或者O1签证 不用担心 即使你中间这个签证身份 有GAP过后 如果需要 你还可以申请新的 H1B或者O1 当然你可以在I-485 被拒以前这样做 一样嘛 申请一般来说 不会直接被拒 如果是拿F或者Z签证 那么呢 限制会多一些 原来没有拿过H1B 那你要申请新的H1B 即使你已经交了485 对于需要抽签的 那一个类别的工作签证 还是有抽签的限制 当然了 理论上说呢 你还可以申请O签证 那么总体来说嘛 提交了485以后 然后再回到中国呢 应该说问题不大 能够有更多的签证的机会 当然了 如果你自己明知 485申请 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弱点 当然还是需要 保守一些谨慎一些 还有一点呢 拿H1B身份的人 在美国有的时候 经常换工作 这个呢 印度人可能尤其如此 中国人呢 也有一部分 尤其是在IT类公司工作的 如果你已经有了H1B身份 生效 然后你提交了H1B延期 或者要换雇主 在这个transform期间 要离开美国 一般来说呢 对你重新回到美国 没有影响 那你如果原来 护照上的H1B签证 还继续有效 你只要在美国有一个工作 那么不管是原雇主的 还是新雇主的 你还可以回到美国 签证在护照上仍然有效 你就可以用原来的签证 如果护照上签证过期了呢 你可以比如说在中国 申请新的H1B签证 然后你可以用旧雇主的H1B签证 和新的雇主给你提供的 H1B的批准书 回到美国 也是可以 总体来说 H1B转换工作 或者延期期间离开美国 一般来说风险不大 只要你新的H1B批准了 可以护照上的签证 和你的H1B批准书 上面不是一个雇主 并不影响 那我们这里主题是绿卡和签证 申请中身份过期了 怎么办 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稍后 ks 申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